尊敬的董浩尘团长,打折后,这些装备一共需要两千零六十二万功勋值,你们是称浩级列魔团,可以借贷五百多万功勋值,再扣除你们原本的功勋,还差一百多万,您喊是不是舍弃一件装备呢? 孙老,光之陈信列魔团是新联邦主政者,同时,我也愿意以圣蒙大拍卖场主人的身份为他们进行担保,就多借贷一些给他们,五年之内,他们必定能够还清 这些事,我需要向上面请示一下才行,不用请示了,给他们 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紧接着,一个熟悉的人从顶层内侧的一个房间内走了出来 看到这个人,农浩纯不禁有些惊讶地站起了身子 杨爷爷,您怎么在这里? 主席,列魔团教育中心和列魔团任务塔,本来就是由我掌管的 只不过,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就算是六大圣殿店主都不清楚 咱们列魔团自称一席,每一代都有一位列魔主官 只有到了第一级以上的列魔团,才有资格知道列魔主官的存在 列魔主官负责一切有关列魔团的事物 可以说是所有列魔团的大管家,而这一代的列魔主官就是我 主席要是有兴趣的话,下一任列魔主官专于你也行 杨爷爷,我的事情已经够多了,这列魔主官可是单单不起 更何况您还那么年轻,在掌管列魔团数百年也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有您坐镇,这才是我们所有列魔者的知性啊 行了,你们就收起东西走吧,其他的事我自会处理 你们要回七十生殿是吧,别忘了我告诉你的那些事,祝你们成功 杨爷爷,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哈哈哈哈,我不是支持你们,而是支持对抗俄族的未来 一件件闪耀着迷人光泽的史诗级装备被众人纷纷地收起 在这些史诗级装备中,龙好臣一件没有 财儿呢,也只有一件贴身覆盖全身的内甲 陈英尔是一套六枚的史诗级水晶球 其他人呢,收获则要丰富得多 王源源换了一身史诗级的铠甲 同时呢,获得了足够多的空银水晶 上次探探探巨灵神之盾在使用后 空银水晶就损耗了 有了这次的补充,巨灵神之盾也能够再次显现出 探探史诗级的光彩 哦不对,应该是不朽级 镶嵌全部七颗空银水晶后 巨灵神之盾是能够达到不朽级层次的 林心的收获就更大了 光辉圣火之力在魔法长袍 还有一根用火龙金盒为珠宝石的超级法杖 这两件东西竟然都是不朽级的 可以说,这次换装林心是收益最大的一个了 司马仙没有选择装备 凤灵儿表示他已经在圣蒙大拍卖场 为司马仙准备了一套最适合他的 韩宇和张芳芳两人出奇的也没有选择装备 两人都是目光坚决 虽然二人没说什么 但众人啊,隐隐猜出了他们的目的 他们和龙好臣一样 目标直指能够提供攻防一体全套装备的神隐王座 不在列幕团交易中间选择任何装备 就是为了要破釜沉舟,不给自己留任何的退路 和他们相比啊 杨门昭和段一由于一下后都选择了装备 在龙好臣的刻意安排下 杨门昭获得了一双史诗级举剑 段一呢,则是一面史诗级盾牌 加一饼,史诗级重剑 但是他们二人的装备就消耗了六百多万工军 除了这九件属于个人的装备外 龙好臣还购入了几件团队装备和药物 其中有两颗用于九阶强者顿武领域的弹药 就花费了恐怖的工军值 这两枚弹药分别给了林芯和司马仙 广州陈系列幕团原本的七个人中 已经有四个有了领域 韩宇接下来的目标是神业王座 因此呢,龙好臣自然要优先的照顾 已经是九阶的林芯和司马仙了 张放放虽然也是九阶 但他和韩宇的情况一样 也主动放弃了弹药的竞争 团队装备中最让龙好臣喜欢的 十一简名为顺闪之玉的 这件装备是一条项链 如果不是上面 闪耀着代表十十级的橘红色光芒 看上去啊,相当的普通 就是一条简单的银色项链 带着一枚透明水晶吊坠 水晶呈现雪花状,略显独特 之所以名叫顺闪之玉 是因为这件十十级装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具有领域的能力 拥有者可以在自己精神力的指引下 注入灵力 从顺闪之玉内 释放出多道顺闪之光 连接在自己的伙伴身上 在战斗时 他就能随时将顺闪之光 连接的伙伴 顺移到自己身边 顺闪之光 具有领域优先性 也就是说呀 哪怕是伙伴们 被敌人的领域限制住 也一样能够传送出来 但这顺闪之光啊 也是有限制的 就是必须要被施展者 自行接受 才能够与施展者形成联系 有了这件团队装备 再加上龙好臣强大的精神力 在战场上 他就可以以团队核心的身份 随时调配伙伴们的位置 配上灵魂锁链 极大程度地增强了 光之晨曦礼魔团 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 可以说 今儿个的换装 令晨曦礼魔团的整体实力 拥有了质的飞跃 就等前往骑士圣殿 获取深夜王座的认可 以及杨文昭和段宇 进行精金基座骑士的考核 以至史无前例的 最强猎魔团正在诞生 当晚 光之晨曦众人 分别与亲人们告别 第二天清晨 天刚蒙蒙亮 他们就与骑士圣殿 此次参加大比的强者们 一起离开了圣城 直奔骑士圣殿 与龙关而去 同时 新联邦已经开始了 高速运转 李正直和龙天尹 留在了圣城 负责新联邦的第一 第二军团的组建和训练 六大圣殿 已经紧急抽调圣城 以及圣城附近的职业强者 进行组合 又连这次参加 圣殿大比的一部分强者 也都留了下来 作为新联邦 最初的两个组合军团 自然是要全力地培养 成为最强的存在 从而展现 联邦政策的正确性 也好引导民众 更加地信任 新联邦议会 魔祖 魔都 魔皇宫内 什么 龙昊臣没死 魔神皇秀峰 抓住座椅的双手 猛然用力 捏得黑色宝座扶手 发出了嘎嘎的声响 但却没有出现 任何破损的迹象 这宝座 据说是用 第一代魔神皇的骨骼 制作而成 代表着魔神皇的威严 在魔祖中 拥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在魔神皇的下守卫 阿宝静静地坐在那里 一头紫黑色长发 披散在尖头 和几年前相比 现在的他 显得沉稳许多 整个人看上去 就像是一尊雕像一般 英俊的面庞 略显苍白 听到龙昊晨 这三个字的时候 他的原本平静的眼神 突然变得风锐起来 仿佛有着两道电光 在魔皇宫内 闪过一般 哪怕是魔神皇 也是双眼未眯 五年的时间 阿宝和以前相比 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他的性格内敛许多 变得沉默寡言 也只有魔神皇才清楚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 阿宝付出了 多么巨大的努力 哪怕是被魔族 称为战狂魔神的阿难 在修炼上 也无法与 阿宝的刻苦相比 身为魔神皇的儿子 阿宝的身上 流淌着 纯正的逆天魔龙族血脉 再加上 后天的如此勤奋刻苦 他的修为 已经是有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站在下边汇报的 正是魔神皇的 黑龙禁卫军统领 黄硕 是的陛下 根据我们在圣殿联盟中 探索回报 龙浩尘不但没死 还带领着他的猎魔团 参加了圣殿联盟的 圣殿大笔 并且取得了冠军 龙浩尘在大笔上 展现出了极为强大的实力 已经拥有了领域 龙浩尘是我亲手杀死的 怎么可能复活 心脏被毁 就算是再强大的人类牧师 也无法将他服务 这消息一定有问题 黄硕 你发动我们全部在人类那边的探子 不惜一切代价 获取更多消息 要快 是 陛下 会不会是人类 故步迷阵呢 不可能 我亲手击杀的龙浩尘还能有错 但是人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难道四年多前的圣战 还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教训 父皇 让我去人类那边走一趟吧 如果龙浩尘还活着 我会将他的尸体带回来 不行 也没这个必要 龙浩尘确实已经死了 黄硕 你去将星魔神起来 我有话问他 是 父皇 我不明白 为什么当初您不强他碎石万段 反而放走了他的同伴和他的尸体 这件事你不需要打听 我自有主张 我这么做 自然有这么做的意义 阿宝不再开口 低下头 选择沉默 伴随着实力的提升和年龄的增长 在魔族中的地位也是越来越高 历代魔神皇都是如此 在还是太子的时候 随着修为的提升 在逆天魔龙族中的地位也是越来越高 直到老魔神皇 伴随着衰老被超越之时 或者是老魔神皇身死后 而继承魔神皇之位 在魔族的历史上 甚至还出现过 下一代魔神皇亲手杀死了上一代魔神皇的事情 时间不长 星魔神瓦沙克 在黄术的陪同下来到了魔皇宫 大哥 你找我吗 三弟 黄术应该都跟你说了吧 人类那边传来消息 说龙浩尘复活了 这件事你怎么看 谣言而已 大哥难道忘了 那龙浩尘是您亲自击杀的 而且他死之后 我也曾立刻预测过我们魔族的未来 虽然我所施展的只是普通的预言术 但看到的却是魔族未来的一片光明雨通透 早前的威胁完全消失 虽然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我能肯定 当初龙浩尘一定已经死了 连带着那奥斯丁格里芬也一起死去才是 如果是这样就最好了 我就怕人类有什么特殊方法能够将它复活 三叔 如果你再次施展大元术的话 能否预测到龙浩尘的情况 阿宝不要乱说 你以为大元术是随便能够施展的吗 当年你三叔为了施展大元术 虚弱了多长时间你又不是不知道 最近才刚刚恢复过来 再次施展大元术不是不可以 但我的生命里有可能也会随之走到尽头 同时我不可能直接对龙浩尘进行预测 只能预测我们魔族的未来 三弟 别听阿宝乱说 既然你能肯定 当初我们魔族的命数已经被改 那就没必要预测什么了 不过这件事我们还是要调查清楚 看看人类究竟有什么目的 父皇 不知道为什么 我始终有种预感 龙浩尘真的没有死 够了 不要再次一回事 你不是你赛书 又懂什么预测了 陛下 那我立刻去调查人类的目的 和圣殿大比的情况 三弟 你也回去吧 是 瓦沙克恭敬地答应一声后 跟黄叔一同离去 魔神皇缓缓地站起身子 扭头看向拉宝 你要记住 哪怕心中有所疑惑 也未必都要说出来 尤其是对月魔神和星魔神 一定要尊重 父皇 以您的修为 就算是其他魔神加起来 也无法比拟 为什么还要 哼 你懂什么 等我打算让你接替魔神皇之位的时候 自然会告诉你 你只需要知道 对于我们魔族来说 任何一位魔神 都是重要的 就足够了 尤其是月魔神和星魔神 只有他们两个 与我有足够的默契 在面临一些重大局面的时候 才能有足够的力量 维持稳定 好了 从明天开始我要闭关 魔皇宫内的事物 都交给你 对了 让你调查月夜的情况 有消息了吗 还没有 月夜已经失踪了好几年 一点踪迹都没有出现过 但我查到 在咱们魔族内部 不和谐的声音 似乎越来越多了 根据那些消息 他们似乎有一个什么组织 正在不断地积蓄力量 只不过 他们的组织 十分严密 隐藏得也很深 我还在查 哼哼 跳梁小丑而已 不作为据 这件事 你不用太过关注 修炼才更加重要 这几年你的提升 父皇都看在眼中 等我这次闭关之后 会将更多的事 我交给你进行处理 父皇答应你 只要你的修为 超越了月魔神 就将魔神皇之位 传于你